中華教育會表示本澳青少年的問題有上升的趨勢 現時很多家長都要輪班工作 扶持了對子女的教育 希望學校和家長多作配合 加強對子女的溝通 鄧曉恩報導 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何兆金表示 要讓青少年健康成長 除了學校要給予他們良好的道德品質培養之外 社會的大環境亦都非常重要 而近年青少年的問題有嚴重上升的趨勢 教育界正面對困難 因為他們往往很難聯絡到家長 是希望獲得配合的時候 往往得不到支援 認為教育孩子不單是學校的責任 家長亦都需要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很重要 他們很多時都是要輪班工作 往往忽視了對子女的教育 所以所有的重担都是落在老師的身上 當我們有時要去跟家長取得共識 或者希望去配合的時候 往往是得不到這個支援 她表示現在有些家長 在小朋友逐漸成長的時候 可能往往在教育方面比較忽視 家長應該多些學習 怎樣跟自己子女溝通的技巧 而學校就要有前瞻性和針對性 例如近期出現了校園暴力 學校可以把握這個時機進行教育 她亦都表示 如果能夠有一些跨界機構 支援老師和學校 效果會相得益彰 另外有學校舉辦一個 以健康體拍營奧運為中心的 親自加聯合活動 有家長表示 這類活動有助增加親自的親近機會 因為我們大人工作時間比較繁忙 沒有這個平台 令到我們同生有第一個親近的機會 這個平台給我們親切的交往 或者是會多些時間跟你在一起 有 可以幫助到我們學校和家長的交流 和溝通都比較好一些 他們都期望透過各項親自活動 繼續加強親自關係 及社區和學校的溝通 澳門電視台記者鄧曉英報道